欧洲史第十一章 从分裂到开放 1945到1985年 危机与对危机的回答 1974到1985年 1974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增长终止了 廉价能源的结束暴露出欧洲经济的弱点 欧洲在世界市场上的地盘在缩小 新兴的工业国 特别是亚洲工业国有所发展 欧洲共同体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呢 一 生产停滞 通货膨胀 7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制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出现了紊乱 另一方面1973年1979年连续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 1971年8月15日 自1944年起就作为西方经济比价标准的美元贬值 并且失去了与黄金的等价 世界贸易因而不稳定 主要货币浮动 布雷顿森林的体制完全死亡 在欧洲货币当中 德国马克成为最坚挺的 并开始与美元竞争 在货币最为混乱的时候 第一次石油打击给欧洲带来危机 1973年年末 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的阿拉伯国家 在与以色列重新开战之际 在三个月内将石油价格提高了四倍 并将西方设施收归国有 伊朗革命于1979年又带来了新的打击 石油价格上涨引发了危机 暴露出欧洲的大部分的基础工业 比方说钢铁造船化工 已经陈旧缺乏竞争力 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廉价能源掩盖住了 通货膨胀的螺旋式发展 使物价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涨 这种非常后果严重 贸易赤字在所难免 自1974年起 西欧进入了停滞通货膨胀时期 也就是一定程度的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 企业纷纷倒闭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工业 如天然纺织业或钢铁工业 是危机的首批受害者 某些从前繁荣的地区 成了真正的工业荒漠 在法国 洛林钢铁业的结束引起了令人心碎的危机 英国矿工也在1984年进行了一年半的罢工 以保卫古老的矿区 罢工后来遭到了失败 原先轻微的失业又出现了 他具有选择性 打击的是无专长的青年、妇女、传统工业的工人和移民 1983年 欧洲共同体当中的失业人数达到了1200万人以上 移民工人成为理想的替罪羊 大多数欧洲国家停止了合法移民 新来者便成为了秘密人、边缘人 被排斥在社会之外 排外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法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极右小派别 以民族阵线的形式重新出现 1986年进入了议会 在其他地方 对移民的排斥表现为社会案例的增加 而其根源在于种族主义 政治上也出现了大变化 在英国 萨切尔夫人带领保守党在1979年获胜 在纲领当中提出了结束工党 所主张的福利国家的弊病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自由党换了联盟伙伴 结束了社会民主党的统治 而将当时的国外显为人知的政治家 科尔推上了总理的位置 法国却相反 密特朗在1981年大选当中获胜 成立了社会党、共产党政府 他认为按照战后的凯恩斯主义 能够重整经济 两年以后 法国像邻国一样采取了紧缩政策 也开始面对严峻的和重新调整的任务 二、从六国到十二国 在这种经济、社会、政治 各个方面充满危机的气氛中 人们纷纷地要求改革 欧洲的共同体将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1965年法国引起的危机 未能阻止关税联盟 提前一年半 于1968年的7月1日出现 此后的关键就是扩大的问题 1973年的1月1日 三个新成员 丹麦、爱尔兰与英国 加入了联盟 其中特别是英国 1969年戴高乐将军离职之后 他不再受到法国的否决 从此刻起 建设欧洲的事业进展不太协调 1974年的12月9日 在法国总理德斯坦 和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倡议之下 各国总理决定将定期的会议制度化 形成一个新的共同机构 也就是欧洲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很快便成为重要的机构 1976年的7月 欧洲理事会决定采取普选方式产生欧洲的议会 1979年 法国人西蒙娜唯一夫人担任首届主席 然而欧洲议会的政治作用十分有限 虽然他极力地扩大自己的职能和控制 欧洲不得不考虑地中海国家里的巨大的政治变化 在葡萄牙 1974年4月的石珠花革命结束了专制政权 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以后 自1976年起便对议会制敞开了道路 1974年7月 希腊军人政权被推翻 1975年11月 弗朗哥去世 这位独裁者的继承人 国王胡安卡洛斯 在1978年10月23日 巧妙地强行通过了新宪法 并于1981年2月 挫败了一起弗朗哥派的军人政变 西班牙才慢慢地恢复了民主制 于是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问题又提了出来 这是新的挑战 因为南欧国家的经济不太发达 进入欧共体会引起不平衡 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共体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难以得到一致同意 因为德国持保留态度 法国担心这两个国家会成为法国农民的竞争对手 但是这两个国家在1986年的1月1日 还是进入了欧共体 于是欧共体的人口达到了3.15亿 完成统一市场比预想的更复杂 共同的农业政策总是导致关系紧张 而于1979年3月13日生效的欧洲货币体系 竟没有英国加入 新体系使汇率相对稳定 作为比较标准的欧洲货币单位的诞生 为此提供了保障 在能源失业和通货膨胀方面 分歧仍然存在 萨切尔夫人认为 英国在共同体内承担的财政份额过高 于是引起了1984年的严重危机 但是英国获得了财政补偿 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 对共同体政策的正确性的怀疑导致了一种欧洲怀疑主义的浪潮 1985年 法国人亚克洛德尔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 此刻显然必须提出新的创意 这就是单一欧洲文件 它于1986年的1月1日开始生效 该文件规定在1992年将实现欧洲12国的真正统一的内部市场 这是为了应付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尖锐的贸易竞争 正如比利时部长莱奥严德曼斯在报告当中所指出的 与欧洲的困难相关的并非是短暂的风暴 而是整个气候的变化 欧洲获取了丰富而廉价的原材料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重新调整工业势在必行 但如果欧洲仍然想维持自由贸易经济 就必须小心谨慎 在进行着真正的经济战争的世界上 如何避免过分的保护主义而生存下去呢 欧洲的老工业国面对亚洲新工业国的竞争 其中如南韩拥有首纪律的廉价的劳动力 因此成本低有利于出口 日本在汽车、电子仪器、摄影器材方面 与欧洲的耐用品工业竞争 这些亚洲国家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 至于美国 它常常采用高额的关税 但指责欧洲人对某些出口物品 给予补贴 如古物、航空器材或武器 作为回答 欧洲往往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开办工厂 在巴西设立了大众汽车工厂就是一例 只有高精产品才在欧洲的母工厂里生产 经济世界化要求扩大市场 1975年 欧共体签订了洛美协定 向50多个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的产品开放边界 并允许他们用出售所赚的钱 以优惠的价格购置欧共体的产品 1991年 与此协定有关的上述地区的国家增加到了65个 危机及其过程表明 从外部对国内形势施加的压力是极为重要的 各国经济必须适应市场规律 也就是控制通货膨胀 取缔 无竞争力的竞争 对生产进行重新布局 服从国际劳动分工 在这个期间 联邦德国实现了顺利的过渡 甚至成为欧洲经济在世界上的矛头 1966年 戴高乐将军宣布 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司令部 这项独立于美国的政策 半知已对东方的开放 这一点由他的继任者继承了下来 苏联国内呈现明显的 伯列日涅夫主义的没守成规的状态 但苏联外交比以前更具有开放性 美苏缓和尤其改变了欧洲 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 特别表现在德国问题上 伯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 使联邦德国得以和东欧和解 为此目的 伯兰特承认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及其后果负有责任 其中包括新边界 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与波兰之间的引起争议的 奥德尼斯河边境 在这种缓和的气氛当中 四个战胜国 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于1971年的9月3日签署协定 促进了东西柏林之间的接触 柏林特继续这种政策 1972年的3月21日 使一项基本条约获得了批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承认 1973年两个德国进入了联合国 对苏联而言 柏林特的东方政策证明在欧洲进行普遍性的对话重新成为可能 1975年的8月1日 柏林日涅夫满意的看到了由苏联创意的欧洲首脑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 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 还有美国和加拿大 战后确定的疆界得到正式的一致认可 这是柏林日涅夫体制的顶点 他希望一切稳定不变 欧洲永远一分为二 在杰克斯洛伐克 知识界以在芬兰签订的协定为根据 团结在七七宪章的周围 在波兰 许多曾对六十年代的改革寄予希望的老知识分子 将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与工农的不满情绪结合了起来 深深根植于波兰的天主教教会是斗争中的重要的终继战 克拉科夫的大主教 沃埃蒂拉于1978年10月16日 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1979年的6月他访问了祖国 他的精神支持对波兰而言意义巨大 自1980年2月开始 波兰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开始罢工 结果由电工瓦文萨领导的自由和自治工会 团结工会被政府承认 这个新工会很快发展壮大 并在社会要求当中提出了更负政治性的意见 1981年12月13日 任总理兼党主席的亚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战争状态 暂停团结工会的活动 随后又取缔了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转入地下 1982年 伯列日涅夫去世 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是改革派 但于1984年去世 切尔年科 这位忠实于伯列日涅夫主义的最后一任总书记 上任刚刚一年 便于1985年去世 于是一个新人 戈尔巴乔夫上台 欧洲人期望他会带来真正的变化 那是持久和平的保障